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一位车技高超 一位车技高超 一位车技一般的标车爱好者 小白向在场的人打听地下标车赛在哪举行 为了和大家打成一片 他决定将穿着风格和大家统一 这里考考大家为什么黑人兄弟这样穿裤子不会掉 而小白这样穿裤子就挂不住了呢 很快小白找到了标车党 标车党的人生格言是 没有撒死死一场标车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那就标两场 大家二话不说准备开始标车 准备比赛的有山寨的范迪赛尔 我们就叫他小范吧 其他的还有杂鱼一和杂鱼二 赛前一位美女对杂鱼一说 如果你赢了我跟你走 如果你输了你跟他走 引擎轰鸣比赛开始 大家如脱江的野狗般开始狂标 除了小白 因为他忘了给车加油了 我不得不说这个情节还是蛮可学的 我们看了八部速度与激情 从没有见过他们谁给车加油 而这部恶搞电影却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虽然小白分力追赶 但是还是输掉了比赛 小范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而最惨的还是杂鱼一 输赛又输人呐 说是指那时快 警察赶到了现场 所有人都跑了 只有小白被光头墙警官逮捕了 光头墙让小白交代和谁在飙车 而小白却誓死不说 光头墙说 老子刚从山东林一杨教授那进修回来 今天让你感受一下我的学习成果 小白还是不招 是时候让你见识一下鬼畜的威力了 鬼畜过后 小白被带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原来其实他是警方的卧底 光头墙说 刚才考打你 希望你理解 我懂 你是为了让抓捕看上去更真实 迷惑对手 不是 我只是单纯的讨厌你 好了 你的任务是混入团伙 搜集带头大哥的犯罪证据 你要记住 我是唯一一个知道你卧底身份的人 文秘说好三年 三年之后又三年 三年之后又三年 就快十年了老大 看串了 第二天小白来到了小贩的车库 跟他讲 我想加入车队 小贩很疑惑 你怎么这么快就被放出来 警察逮捕我的理由 是我过于英俊 影响社会和谐 后来我给警察看了土豪的照片 他们就把我无罪释放 胡说 我不信 我见过土豪 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于是小白顺利的混入了犯罪团伙 不仅如此 他还和小贩的妹妹一起夜游车合 两人上演了真正的速度与激情 随后停车做爱风铃碗 这句古诗用在这里 十分不合适 因为他们只是在单纯的修车 靠浪费时间 随后二人修好车回了家 这段你们不爱看我就略过了 第二天早上 小贩找小白谈话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了 你妹呀 我什么也没干 放屁 他这状态不是坠入爱河了 难道是去庙里开过光了吗 这是带头大哥来电话做一单生意 于是小贩带着小白来到了带头大哥这里 由于美帝经济下滑 犯罪分子需要竞争上岗 而我深深怀疑带头大哥是一个印度人 他学人的方式是斗舞 小白和小贩通过优雅的舞姿完美的配合 不仅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带头大哥 带头大哥安排二人把一辆超级跑车送到了指定地点 二人开车来到了目的地 小贩说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危险 你怎么知道 没听到这里紧张的背景音乐吗 果然不出所料 交易的另一边决心黑吃黑干掉两人 而小贩技能全开 用嘴接住了射来的子弹 顺利完成了反杀 这是我见过第二牛逼的接子弹方法 第一是 小白也不是等闲之辈 顺利干掉了身后赶来包抄的敌人 后来他发现杀错了 自己把光头墙给杀掉了 没事 反正我也不喜欢这个王八蛋 不过突然想到 我是唯一个知道你卧底身份的人 唯一知道 唯一唯一唯一 唯一 NO 为了保住自己的公务员编制 他决定强叫一把光头墙 Come on 你 行 你 想 小贩说 我曾经怀疑你是卧底 没想到你对警察这么狠 二人迅速跑路 警方赶到现场 带队的是山寨巨石墙森 他们发现了被干掉的光头墙 看到光头墙的尸体 小巨石十分愤怒 妈的 他死了我不就成了警局里唯一一个秃子了吗 助手说用紫外线灯可以照出肉眼看不见的指纹血液和其他体液的痕迹 果然他们在光头墙脸上找到了小白的指纹 而助手无意中发现了小巨石脸上的其他体液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男人 任务未完成还杀了警察 现在小贩已经被黑白两道通缉 他们决定筹一笔钱然后跑路 小贩问大家 大家谁有筹钱的方法 胡子哥说 我们不是有带扣大哥的超级跑车吗 然后呢 超级跑车 钱 想不出中间的联系吗 想不出来 真笨 有了超级跑车 我们注册个X专车 然后就可以拉活赚钱了 生意一定很好 你这个白痴 超级跑车明显只有两个座 我们只能接一个乘客的担子 这样怎么能赚到钱 大家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于是经过商议 还是决定去抢劫带托大哥 放有一亿美元的金库 小贩表示我们的团伙还差几个人 才能和正规速度与激情电影的团伙相仿 于是他们又找来了一个黑人歌手 一个亚洲人 和一个花瓶超模 团队人员集齐 出发前小贩的妹妹跟小白说 我一件事想告诉你 你看两条红杠 你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吗 哦两条红杠 你当中队长了 恭喜你和武道杠的差距越来越小 你个白痴 我怀孕了 小白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欣喜 团队集合出发 小贩是个十分有经验的犯队分子 为了掩人耳目 他要求大家戴上面具 还是别戴面具了 速度与激情五中 范迪塞尔一行 直接用车拖着抢来的保险箱跑路 而本片中他们更狠 直接拖着带头大哥的整栋房子跑路了 经过一番套路的枪战戏 追车戏 和爆炸戏 小巨师逮捕了弹头大哥 而且还抓住了小范和他妹妹 白警官 我们查到你的档案了 你的卧底任务完成得很成功 大家真是十分震惊 白警官 过来帮我把他们靠起来 没想到小白瞬间反水 靠住了小巨师 小巨师十分惊讶 我简直不敢相信 你要放弃招步保夕 没有节假日 每个月五千工资的卧底工作 而选择带着美人和一亿美金 远走高飞 小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我不得不说美帝的公务员 真是经不起考验 再看看我们的公务员 多么的坚真 最后提醒大家 电影里的飙车场面虽然精彩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即使你是我这样的老司机 也请不要飙车 首先飙车很危险 其次飙车和徒顶之间 似乎真的有某种联系 想看更多最新电影 或奇葩电影吐槽 欢迎关注我们的 微博微信号土豪影院 当然不关注也无所谓